充满冒险的旅程 张若云说 自己把花哨当成了个人的变形迹 张若云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 他的父亲是导演张建 张若云是个导二代 在入行之初 他出演的很多作品 都是出自父亲之手 张若云刚进入演艺圈 接拍的《海的誓言》 《雪豹》 《理发师》 《黑胡》 《立剑》 《练歌》等几部戏 不是由他父亲张建指导 就是担任编剧或者制片人 别人介绍你的时候 按照以前的那个语境 会说你出身于演艺世家 就是感觉好像在天赋上 然后在接受 对这个行业的看法上 会先天的有一些优势 你自己会觉得有吗 没有什么 因为首先我的父亲 他不是一个职业导演 他实际上是一个职业的制片人 其实制片人 作为整个运筹帷幄的 这部分地方 你自然会想到 学到一些东西 可是具体的 因为演员又是在台前的人 演员跟导演 跟编剧之间 怎么协同工作 有很多东西 你还是一头污水的 对吧 中国 你现在站在地上就中国了 这栋房子是你爷爷我的 你爷爷我现在要你们 立刻马上给我滚出去 刚进入演艺圈的张若云是顺利的 但是为了摆脱大家 对他靠父亲 没实力的看法 之后的三年 他拒绝重复拍摄战争题材电视剧 他也曾三年不接父亲的片子 靠自己的努力来面对质疑 如果不了解你的人 会有一些误解 会觉得张若云怎么还会出现这种状况 就是那么渴望得到一个机会 一个角色 没有 差不多有一阵都没戏拍 一年 一年的时间 我觉得对于一个 刚刚出道不久的一个演员来说 这个是挺恐怖的一件事 是挺恐怖的 会害怕吗 然后焦虑吗 中间胖了20斤又瘦回来了 真的是 发现自己胖20斤的时候 觉得自己几乎已经要堕落了 然后就不行 赶紧就用一个月的时间 就把20斤给剪回来了 可见那个时候心理焦虑有多严重 都外化到体型上 你是通过胖子才发现自己焦虑的吗 算是 当你都发现自己 你通过吃车喝来麻痹自己 然后每天 其实那会儿也是有戏在找 但是都是我很不认可的剧本 不合理的 或者之类的 我觉得怎么是 怎么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我喜欢演戏 但我不喜欢演这样的戏 我会不会听过 我觉得你会不会听过 这是我来说的